面对核四争议继新北市议会之后台中市议会跟嘉义县议会 昨天也通过提案建请中央政府立即停建核四 昨天台中市议会表决时是以过半数的票数32票通过决议 其中包括了民进党24席国民党40以及一位无党级市议员 另外在基隆市议会与屏东县议会也将在下周讨论核四停建案 而台北市议会的民进党团也准备在4月开议时提案 继续年的导 WiFi 本期来被打开